所以在这篇身份就是这样 3 years old of girls are brave and is money 就是那个标题 那内文是什么呢 看看这里 我们的重点只是看这一句 其他我不解释 看看第一句 清楚吗 3 years old girl 你看到这里 下面就拼回一个grandma 那就不弄 一个3岁的女孩 扔全部的钱 Family Couple Couple 意思是夫妻 或者夫妻 Couple 意思是夫妻 又或者是情侣 又或者是情侣 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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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le 一对一对一对 也都可以解释一对一对一对 OK Couple 意思是一对一对 他把那些钱扔全部 中国夫妻 save save 这个是什么意思 save 意思是主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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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等于save 意思是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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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是主存 就是一個一個單位 所以就叫做flanked 不難理解 三處四處角 扔了錢 一對中國夫婦 儲了幾個月的錢 儲了幾個月的錢 在窗外 在他的房子的窗外 這就是生物 Wild 這是什麼意思 Dong 當他的父母是佛領教 Parents就是父母 這就是這句話 這句話裡面 就涉及了三種的過去性 大家看回大家的動詞表上面 第一類動詞是未動詞 第二類動詞是情態動詞 第三類動詞就是規則動詞 規則動詞的分類很麻煩 很多格 一年一年 我連看都不想看 我都不想看 不想看 因為很重要 你看到 這麼多格 我們中間的那一欄 全部都是四個現彩色 左邊的那一欄 四層都是蓋色 第一層是蓋色 第一層是蓋色色 就是一個同詞加這些 一個同詞 然後第二層是蓋色色 然後第二層是蓋色色 就是蓋色加UG 或者蓋色加UG 第三層是蓋色加我們三個同詞 第二層就是蓋色 我們不說 你看到這三層的蓋色 怎麼分呢 上次有同詞 你問我怎麼分呢 我就說不講解 因為時辰未到 現在時辰未到 我們便要講解 你知道這件事 三個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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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小女兒 扔了錢 扔是一個過去的息 一扔了 那些錢是個 A Chinese couple Saved for several months 那她已經save 了 那麼多已經save 了 一定過去的息 然後 While her parents sleep 她的父母在睡覺 那她才能扔到錢 如果她的父母在清醒 那她沒有理由 讓她扔 那三件事 扔錢 存錢 和睡覺 都是發生了 那身份才能報到 對不對 那三種動作 都是過去的 那最簡單呢 我們全部 用簡單的過去式 Saved 這個字 是受規矩的 她加了這些 那就加了這些 好嗎 Saved 這個字 是不受規矩的 變成slapped Saved 那動詞表上 你們要看的 Through 都是不受規矩的 她的過去式 就是Through OK 最簡單呢 你將它全部變成 如果作為了 關鍵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肯定的 那全部用簡單過去式 那就搞定了 那是OK的 是沒問題的 只是拿不到高分的意思 如果你拿不到高分的意思 我會用到高分的意思 那你會用到高分的意思 但如果你拿不到 我會用到高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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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考慮其他 那些事情 好 問問大家 過去的最難色應該用在哪裏呢 Sleeping 有同學就說在Sleeping那裏 那同學說 應該是Sleeping 還是舉手 多謝大家的舉手 有三個同學是肯定的 沒錯 是Sleeping 但是如果你只是Sleeping 我都不知道它是現在進行 還是過去進行 那我會加個什麼字在前面 會 沒錯 加個會 我就知道是過去進行式 是不是 因為我們之前Level 1 是那個啊 Sleeping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現在進行式 那現在是過去進行式 沒錯 沒錯 充滿 好 當個父母在睡覺的時候 就問我把錢丟掉 那些錢是父母存了很久的 好了 現在我們知道 有一個動錢 要用過去完成式的 那究竟是丟掉 還是儲錢 你感覺上應該是用過去完成式的 儲錢 我給一個提示給大家 過去完成式呢 過去完成式呢 是一個 再加第三格動詞 第三格的動詞 OK 第三格的動詞 那為什麼要用過去完成式呢 過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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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成了的 那就是呢 通訊就是什麼 過去完成式 就是用來講一些 在過去裡面 最先完成的 就是用過去完成式 在這個提示之下 大家覺得應該是丟掉 還是存錢 用過去完成式 用過去完成式 存錢 我們要舉手示意 好嗎 我覺得是存錢的 請舉手 是的 大家都開始有信心 沒錯 就是這樣了 把這個save 第三格 第二格是加這些 第三格也是加這些 那前面加過什麼 我們就知道 哦 這就是過去完成式 這樣 好了 扔了些錢 就用簡單的過去完成式 可以了 所以呢 基本上 簡單來說 過去式有三種 在不肯定的時候 全部用完過去完成式 當你肯定是一個 過去進行中的時間 正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一個三歲的 就把錢都捅了 所以正在睡覺 當你有具體的 那個情景 是一個進行過去 某段時間 持續在進行中的 那時候 就可以放真 用過去完成式 OK 接著 你看到兩個事件 那些錢 如果要儲了錢 要儲了錢 那你才有錢 對嗎 所以先儲了錢 那才可以浪費 浪費錢的大前提示 你有錢浪費 對不對 對嗎 所以 你肯定這個 是儲先完成了的 它已經完成了 這個才發生 對不對 大家看到動作嗎 過去 現在是現在 過去的某段時間 有三個動作 對嗎 三個動作 對嗎 三個動作 對嗎 對嗎 他就扔錢了 扔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段時間 一小結的行為 對嗎 對嗎 睡覺 然後他就扔東西 對嗎 好了 那儲錢呢 是之前儲的 之前呢 已經儲了錢 對嗎 所以 那個情景 你這麼理解 父母一直儲錢 儲到某日 他睡覺的時候 持續的 他就按到這些 所以 你看到 原來 在一系列的過去事件 我想交代清楚 哪兩件事 是同時發生的 哪兩件事 是先後發生的 所以 過去式的三層 如何層層遺盡呢 有不同現實 基本上是和中文卷先一致的 過去式的 過去式的三層 記不得不僅僅 揮了這個 哪一句 最後哪一句 不揮了 A three years old girl through all the money a Chinese couple have saved for several months out of the window of their flat while their parents were sleeping 揮了她 看熟 看熟 ok 到時 到你學到其他規模 其實這裏還涉及其他規模 指這麼長 還有其他規模可以學的 所以你先接背了它 到時學到它 我們之後會講戒詞 講戒詞的用法的時候 你以後可以再拿這句出來 所以我說 不要記單字簿 不要用單字簿 不要用單字簿 你要儲 你不如儲句子 你要寫 不如寫段落 是吧 所以你如果要開單字簿 不如要開一些 叫做什麼 短訊簿 把整個短句記錄 這個短句 它不單止對你 這個階段有用 它去到你最 我們做的所有筆記 怎樣為之有價值呢 就是去到 林考試告一告訓 拿出來 會直接幫助 會增加你那個什麼 單字量 和增加閱讀速度 那個關鍵性不是單字 它會考試關鍵 兩篇文章 短那篇八八字 長那篇一千字 還沒計算過那些題目 題目呢 總共會有四版字 兩篇合八版字 涉及幾多字 是吧 在講的 你起碼 你一個半鐘頭裡面 你要看最起碼四千個字 你用單字有什麼用呢 四千個字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複雜的結構 所以你要記 你不要記 單字 你要記一張整個句子 派我 如果真的要記我 但我的忠告就是什麼 我的忠告就是你們的單字 我也不要記 單字 找個file 找個file 把所有的英文 我給你筆記 裝上去 要溫就這樣揭 特別的東西 就是旁邊 用一些nabel字 總之整個file 用到它 留口之前改動 不停同大 好一把人不要老化了 還有有空就拿個鉗 有時候個人 都不太想做 看到這麼困難的東西 你都不能對付它 你只要不要看一看 不要逼自己 什麼都學完 看一看 有個痛苦 有時候最大的那個人 就開始 我和我一起讀書 但開始 你看不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 就會有些 不會那麼害怕 好了 同學 這段文章 你看看標題 有很多時候 基本上 你一看標題 3 years of shows away famous money 你馬上拿你 剛才那三個動字 draw save 和sleep 你自然就可以 將你 我上課 說的半個鐘頭的概念 馬上記住 記住 過去式 的一個場景 一個三個就是六 就是六 就是六 我放在家裡 很像 他儲了幾個月 他出去 剛才那篇文章 是屬於摩爾這圖書的第三級 是第三級還是第四級 我都不知道 第四級 這是第四級 第二房 的一篇 完全不起眼的文章 我抽中 有口同學 對摩爾這本書 《人民的筆記》 是極度知緣的一種 我講完又講 都是很不容易做的 但是我看了很多本規模書 我從中國階段 到大學的階段 他出來教了十年書 我發覺 要講過去式的 那三個分別的話 是沒有一本規模書 或者沒有一本連習簿 是可以給這個例子 更加淺淡 但是那個 情景 會更加深刻的例子 所以我將這個 放棄了 我每次 我見到同學 就要教這個例子 大部分同學 肯聽都會掌握 得到 我想說的就是 摩爾這圖書 平平無期 所以很多同學 看到表面 平平無期 就不會重視 只會考試 那份卷 改一下錯誤 那一本入面 是否認得到 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價值是哪 然後 摩爾的 詩卷 裡面 昨天大家看到 那個詩卷 去到 地 七、八貨開始 那個 文章長了很多 很多 有同學 就越做越來越長 開始 沒有意思 很艱難 你看到那個全部前進 摩爾有書的詩卷 只做詩卷 你都看到全部前進 它的單字是很淺的 或者 因為錢的單字 和簡單的結構 才可以練到那種 閱讀重度 閱讀的流暢 流暢 越讀得快 得來 一定要理大 對不對 好了 那麼究竟 LV4 去到什麼層次 的詩卷 大家現在千島為快 LV4 裡面的 最後一份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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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文章 那麼長 你看 很長的 對 是嗎 這樣 那開始 跟那個 LV4 開始跟那個 DSE 的淺 那一部分 是接軌的 當然跟哪些 濕個人有一段距離 但跟淺的分子都跪了 裡面 其中有一句 那這些文章 說什麼呢 就是說 青少年 如果有情緒問題的話 就應該 要靠狀 有情緒問題 是很正常的 即是你不想讀書 心情不靚 是很正常的 好了 我留下這句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 其中裡面就說什麼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oems have been written by people who were suffering at their time OK 這個意思就是 有一些最美的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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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寫 寫 是被一些人寫 那些是什么人呢 是当时在suffer suffer 是忍杀 承受 忍杀的意思 suffer 忍杀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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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吗我们的暖音 et e o ag sith a ah s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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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er 如果我记住 人手 阿嘉隆 站起来 阿廉峰 站起来 站起来 不要再好一点 听说 这些语言 听这些语言 他们听 Suffering 就是给当时 在当时 是当时 很艰难的人 当时在受苦的人 OK 所以 We are suffering 就是在受苦 正在受苦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 大家知道前面那一卷 在这里斩开 这里要两句斩开 第一句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oems 有些最好的诗 是被写出来的 被写出来 被写出来 这是什么时态 什么时态 现在 现在完成式 是什么 现在完成式 因为有一个have 后面就跟动词 就是跟一个第三个语言 现在完成式 然后再加一个第三个动词 就是被动句 所谓 现在完成式 被动句 OK 好了 这个主要动词 主要是什么 这么长的词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oems 这么长的诗 哪一个诗 哪一个诗 才是核心诗 核心名词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oems 哪个诗才是核心名词 Poens Poens 基本上就是Poens 是什么意思 OK 但其实它是心名词 是它是心 心 心是什么 一声什么 一声Poens 是吧 所以心 其实就是Poens 它简单来理解 就是一些诗 我们先讲一下 有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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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人写的 是吧 诗是被人写出来的 所以被动句 所以是什么 Some poem Written by people 这是很容易的 好了 你要知道主语 和动词的关系 接着下一步 你就要知道 为什么它用现在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用被动句 但是为什么用现在 完全识的被动句 呢 因为被动句 你可以用简单 完全识的被动句 为什么用现在 完全识的被动句 为什么用现在 可以帮你回答 因为我似乎 以前没有得到 以分和用 是 你捕捉到那个时间点 是两个时间点 还有少许 以分也有 和以后 用以后没有关系 以后是将来的事 和以后没有关系 是不是持续 太持续了 现在完成识 就是什么 横跨两个时空 还有由以前开始 然后 延绕到现在 是不是 这些最漂亮的诗 是被一些 受恩赴的人写出来 在不同时间点 这个说话在现在也对 所以就是什么 为什么用现在 在完成的 那么奇怪 横跨两个时空 所以就用这样 好了 有一句我们完成了 我们就看看 这一道 是什么 最漂亮的 是最漂亮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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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 喂 为什么不这样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用 这些美丽丝 有些美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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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事态 将会使用到被动诀 这就是你驾驭动词的能力 你怎样证明 你有驾驭形容词的能力 就是 应用词有分别 高点 高点 最高 所谓的应用词 所谓的应用词都可以 将会升级成 我们摩尔的第二级 后面那几句 是这样 是不是 下一句 比如这些人写 什么人写 就是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大家记不记得我说过 本来是拆开的 是不是 现在这个也指个people 是不是 那些人 那些人当时受苦 是当时受苦 所以有一个过去的 最后的词 前面用现在词 后面用过去的词 你想想 是受苦那段阶段 写出来的 香港最厉害的一首歌 叫做 叫做 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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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是 王家驱死 那首歌是 在王家驱死 那首歌是在日本 他曾经有段时间 去日本 就会发展 他自己的歌唱 字 在日本那种文化 当时日本 看不起中国人 那首歌是用仇苦 保安前写的 是当时一段时间 的仇人虎 写出来的 所以要不然 过去的转蓝色 才最难过 和大家今天说了 摩阿的第四级 试卷的安排 和乌乌的安排 希望大家明白一样 我叫大家不要买书 对不对 我叫大家不要买书 因为这一套书 那个价值 是有在 大家要需要 真的 他由Linco 1 已经是做得很好 我同学做不及的 做不及 你没有回家做 你回家做不到 你去自修室做 自修室呢 可以开到百年五 可以开到九年五 成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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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同的自修室 时间都不同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你过去过一个星期 你发现自己回家 终于很多时间 很简单 不要留在家 你重复自己的错误 只要不停地错误 拿着一个书 如果有和我肯陪你 最好 如果有和我肯陪你 最好 如果有和我肯陪你 就拿着一个书 哈哈哈 自修室 很多英俊 知道吗 答不了 当年我们这样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好的 大家 今天下集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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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